大家晚安 马英九的9月 正正了接下来的食安问题 一直到今天来 整个社会沸沸腾腾 但是马英九在礼拜天 19的全代会的时候 他脑袋想起什么 他想起就是 我如何在明年2014选完 甚至七合一之后 2016总统双耍 我如何保我自己的权利 来掌控整个党 甚至于台湾的未来 所以大家都在说 要求是一样 你脑袋里面想的是自己 口袋里装的 却是人民的钱 所以他买中统 当然的兼党主席这件事 到今天鱼泊荡漾 还没办法平息 我们这里切下去 给各位介绍 现场各位来评 第一位法治时报社长 王岳宏 各位大家好 过来我们的路士 也是台北市 喜欢曾水鸿 出席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翁水鸟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港关资深媒体人 王思琦 主持人大家好 一样资深媒体人 我们的康仁俊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各位朋友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 我们今天要同步进行 电话语音投票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是 明年七合一选举 中国国民党五都数三都 马英九 是不是应该 是 他的国民党的主心 认为应该的 请按一 认为不应该的 请按二 那么电话投票 室内请播 0204 52251 0204 52251 手机直播 551273 欢迎各位朋友 一起来表达你们的看法 谢谢大家 投票 这个地方 好 这个礼拜 周日 郭平东全代会 通过了修正党三 这个马英九党主席 顺利地以 总统兼任党主席 一路可以到 2016年 胜利是2017 尾计 但是 明年 2014 七合一的选举 国民党 如果输下去 马英九 这个党主席 还干得下去吗 我们来了解一下 总统五都有三都败选 会不会辞党主席 实在是太敏感 马总统没有回应 这回开枪的是 台中市长胡志强 虽然国民党 在上个礼拜 签的全代会通过 总统是当然 党主席的修正案 但胡志强 朱立伦和郝文斌 三个人 当时早就已经离席 并没有在场背书 胡志强开炮 格外引起注目 老实讲 五都选输 三都 就要负责了 如果是失败 如果要负责 恐怕主席 没有办法 再继续留在原位 就是应该要下 我认为 所有的政党 都应该如此 都应该 就是持续 党主席 以示父 根据媒体最新的民调 有60%的民众 反对马总统 兼任党主席 赞成的只有18% 可见大多数的民众 并不支持 国民党这个修正案 总统很多的市政 都是 不符合名义 所以才会 9.2%的支持力 一个太阳的光度 只剩9.2%的话 那个光没有办法 照亮前台湾的 民众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在马总统强力主导下 总统是当然 党主席的提案 顺利过关 不过从国民党内 和社会大众的反应看来 这件事情 仍然语婆未了 马英九礼拜天 才用高压 获得他要的权利 这个胡志强 真不给面子 你高压 我这边还有一只乌鸦 这不是讲出来的 当天 在 这个全代位来的 大家不敢讲通 但是请问一下 胡志强 讲得这么清楚 马英九听到心里怎么想 这个 马英九啊 这辈子最重视的 只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钱 我说每个月要存四十几万 一个是权 所以呢 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 这个威力 一定要想尽办法 站在 拿在他的手上 因为这样就可以掌控 包括明年底的七合一 跟2016的总统大选的人选 所有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那么他现在达到他的目的 党主席总统在兼任 已经达到他的目的 然后呢 我不能看过一个政党 明年大要选拟 现在已经认为我已经输了 你知道吗 已经已经输了 他就是因为认为我一定必败无疑 我才要去通过这个东西嘛 他如果没有认为说我必败无疑 那他干嘛这样子做呢 为什么 选拟输 本来就应该辅正嘛 对吧 以过去的整个历程 在马英九当党主席而言 输的选举他都派谁去负责 秘书长啊 照理来讲应该是自己去负责 他却派秘书长啊 那么从胡志强的动作 我要请教各位 胡志强以前是跟马英九 是平起平坐的哦 不可能不记得哦 两个人是平起平 哥良好啊 那胡志强以前讲过啊 他一通电话 直接跟马英九对谈啊 现在要经过别人 才能够跟他对谈嘛 对吧 胡志强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 他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 讲这个影片的话 我相信哦 九月正正的时候 马英九砸王金平 让他有很新的芥蒂 为什么 你会记得你几个月前 放一个风声 说王建轩如果 监裁院长到了以后 就要改提名胡志强嘛 所以各位保证 胡志强现在讲说 到12月再考虑啦 怎么样怎么样 他必选无疑 一定孙台东市政 我告诉他 明年的国民党和民进党 两栖合一的大选 真正决胜负的地方 就在中台湾 所以中台湾如果丢了 如果国民党丢了 那当然是要负责 胡志强的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他就在跟马英雄说 你不可以让我输 输完输完都要输完 或者说小长 胡志强先来说 每年如果输 可能是输台中 如果输台中 难道你不负责 就是我胡志强负责吗 不过我们不以私人来看 小长 胡志强怎么讲得这么白 明年如果2014 五都输三都 不好意思 马英九主席 你就是得辞职 即便修了党章 怎么来看 这句话 不是就把马英雄 扒下去了吗 这个在他们国民党内部的解读 就是说第一个 你一直没有跟胡志强 讲怎么安排他 所以他被逼急了 大家都知道 我再选下去 很难选 为什么人家会说 难道全台湾都没有人的 要给一个人连续干17年 单单这一句话 他就很难招架 还有你马英雄 你这两年的政绩 我是没办法算 所以他丢的这么白 就是说 你竟然到台中来 到我的地盘来 也不播个几分钟 跟我讲几句 我接下来怎么办 这是我的地盘了 你到我的地盘来开会 对不对 你总要提前到 结束总要留个几分钟再走 你竟然从头到尾 没跟我打一声招呼 也不谈一笑 我到底有没有监察院长 所以这个话 是丢得很明确 就是说 你知道吗 要把我弄笑 这是第一个 那他本来讲 他这个动作 是让国民党 有一些意外到了 因为他们国民党 跟我讲说 马英九这样玩 其实国民党出现 他们有一个逻辑顺序 他们说国民党 马英九这样玩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说 好那你自己玩 所以大家 连胜文散 好龙斌跟朱立伦 提早退 只有乌波雄哭 所以其他的人 其实就是 原则上你自己玩 输在你去 对 那你自己玩 其实有一种情形是 我看 看你玩得好 我再跳下来 但是他们说 这一次没有 这一次很清楚 你自己玩 而且我不陪你玩 那我不陪你玩以后 就接着 就是那天 任俊讲得很好的 他说 你马英九玩阴的 我也都跟你玩阴的 我们大家都来阴来阴着去 所以有人告诉 一个内幕 当时吴波雄 去敲 王金平跟马英九的时候 叫王金平最后提出答复 那个申诉 那王金平想一想说 可以 我要申诉可以 那马英九要 一个书面的给我保证说 我申诉之后 不会再打我耳光 不会来阴的 对 不会来阴的 结果呢 去跟马英九要 马英九不开 所以不开 王金平当然就不定了 那依照国民党的游戏规则来讲 你自己玩 我不陪你玩 大家玩阴的 其实接下来 他们就在等待一件事情 等待危机 李登辉当时就是被赶下来 因为国民党出现危机 所以其实他们现在 看得出来那个思考顺序 国民党的思考是比较 顺序脉络是比较清楚 所以第一个你自己玩 第二个我不陪你玩 第三个大家来阴的 过修正党战确立 至少到2016年 总统代算继续进行 马英九可以一路党政一把刀 今天胡志尚抛出 五都输了三都 党主席拍摄下台这关诉求 国民党里面 他们是怎么看 大家了解一下 要选的人都会很紧张 那所以那个 胡市长他会这样讲 当然也有他的 他的担忧 可是你讲这样的话 简直是白讲 那你说好 选手就下台 那下台了以后 谁来当 这个问题 主席当然有他的一些 政治智慧的判断 我想不需要 现在就在论断 明年输了怎么办 因为这是失败主义 党主席当然负 选战成败的责任 但是我觉得 现在选战还没有开始打 我们全心求胜比较重要 只要把市政做好 一切的问题 就可以解决 其实现在去谈胜选败选 不如大家把市政做好 所以我说大家加油 潜心求胜 哎 师兄兄 马英九如果不是心中了的 明年五都要赢三都很难 他何必去修这个党章干系 这个议题你要看 好几个面向可以观察 第一个面向 这还没通过以前 国民党这些大伙子 什么小天王 没办法跟他说 开会当天 也没有办法敢讲 开完啊 党章通过了 什么的 郝龙斌你也出来说 胡志强你也出来说 不过胡志强讲有道理 是 胡志强就是说 我如果万人不年 我胡志强在中期 你选不住 都你这位小妈的 本来都是你姓马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在暗示说 哎 马英九 你纯9.2% 你手不要够厉害 不要把他吹来 不要把你的人选 给我放到台中来 也是在警告马英九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注意把他看 这一次他们 礼拜天的一个全代会 通过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很鼓掌的 当在鼓掌的时候 有人反对 电视台都有拍到 对不对 是 曾永泉 我没听到 所以天底下 就有一个政党在开会 通过一个案 在鼓掌 你反对 你反对 当主席就清点人数 然后马上要进行表决 他说都没关系 我只听着 所以这个案子 以后很好玩 我记得我们在这边 讨论过多久 马英九是2005年 就干国民党党主席 对不对 2007年的时候 结果硬案辞掉 对不对 所以真正他可以干的是 他连这一次参选的资格 都没有 现在外向 你说我不能参选 你们白就做给你看 加倍 加倍还你 我加加倍还你 我加总统跟你建党主席 所以这个 真的是他心里头恐惧了 可是 什么他是一颗太阳 他当作这样 他是太阳 有关太阳这事情我倒觉得不能怪马英九 因为在台中 人俊台中最有名的饼是什么饼 太阳饼 太阳饼 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说 有时候就 因为你做这个动作 你不做动作 你不掰咖 你做这个动作 不是让 刚好给 胡志强 很清楚地讲得出来 你输了 你就是下来 之前没有人敢这么讲 这次 不是逼出来了吗 大概如果从 我换个角度 我从国民党的 某些部分人士的立场回来看 就是说 如果真的说大选 或者重要的选举选输之后 那党主席要不要下台负责这件事情 其实对政党来讲是 大是大非的问题 因为不会有一个政党会明白讲说 你选输就一定要下台 因为当然我们某种 不必讲嘛 对这不需要讲 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 第一个他有意参选人自己也要努力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以国民党现在现况来看的话 马英九执政的成果 其实会影响到选情 这就是国民党基层 一直非常担心的 我们再往前一点看 2012年的立委选举的时候 你说马英九是太阳吗 其实不是 当时很多立法委员 根本不愿意马英九去帮他站台 所以那个时候 为什么要弄一个二合一的选举 把立委跟总统绑在一起 因为国民党党中央的想法就是说 我用立委去拉台 拉台总统的选情 对可是立委不愿意嘛 同样的我们再把场景 如果拉到2014来看的话 到时候会有多少人 希望马英九站在那个台上 2012的阴建不远你知道吗 宜蘭县的县长旅航 到今天在吊 你来那么多次要做什么 结果他就输掉了 所以对所以当然就是说 马英九他现在 因为上次修改过党章之后 就让他其实本来这一次的党主席 就有一个一个正当性 但马英九比较狠的地方在于是 他现在为了自己 能够不要被清算下台 也就是说如果我选输的时候 我不要让大家有借口 我干脆先在我的党章里面 先取得我所谓的正当性 就是我党章已经讲了嘛 我总统就可以继续干嘛 那我要不要辞 就是我个人的问题 你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逼我 因为你就算再怎么办 对不起党章写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任何人都不能逼我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说像这种五都的诸侯来讲 他们其实会有急迫性 马英九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一天 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再出头 你知道因为永远都要被他打压住 如果今天这个成果一直在存 这个现象一直存在的时候 对国民党这些所谓的终生代来讲 他们会感到非常急迫的压力 是在于是国民党难道永远 要被马英九把持住吗 是 时期这个在文学里面 其实有个说法 后裔九个太阳射到八个 各位朋友 只有人可以射太阳 没有说太阳射太阳的 所以马英九今天犯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想要用制度来保障他的人质 可是今天立刻就被 不只是胡志强 包括郝龙斌 他们讲得很清楚 你输的就是下台 这是道理 到底是不可以用制度来瑕疵的 然后我们可以规定 这个不是酱油 我规定它是可乐 可以这个样子吗 就是说我在想 马英九其实现在他觉得 他的算盘打得很精 但是事实上到了2014的选举之后 是不是真的能够如他所愿 仍然可以掌控党内的所有情势 我觉得是存疑的 也就是说当马英九 他意识到了他自己的危机 所以他赶快要修党章 赶快确保自己可以 继续拥有党机器 同样的道理 胡志强也意识到了他自己的危机 所以他在今天 跑出来说他就是个乌鸦 如果胡志强真心要当乌鸦的话 他就不会在今天才讲 他早在全代会讲 他全代会那一天要表决的时候 他就人不会跑掉啊 所以你怎么不在现场呢 或者是在全代会之前 当这个提案一出来的时候 你怎么不做清楚的表态呢 所以胡志强也知道他自己的危机 他知道现在全台湾五都里面 大家都在看台中 只要台中国民党输了 就代表国民党这一场 2014是整体就输了 也因此胡志强的目的性非常清楚 他的确是在跟马英九放话 就是说好 我这一都是一个指标 也因此我这一都 对你马英九来说有输不得的压力 那所以呢 你要给我什么 你要给我什么资源 党产是不是应该分一点来花花啦 行政部门是不是应该配合我 给尽量多给我资源 我开的所有支票你通通买单啊 其实都是在跟马英九做放话 但是除了台中市这个都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胜败的指标 就是总得票数 所以为什么没有讲总得票数 我觉得也是一个学问 可能说势必2014一定是蓝销绿掌嘛 所以现在的整体大环境看起来是这样 所以如果到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马英九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全盘的掌握党内情势 到时候会不会大家觉得说 你看整体票数你就是少了多少啊 会不会有乱刀跳出来砍死 你马英九你赖得下去吗 对你赖得下去吗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你在党章里面 就可以这样子一劳永逸 好像未来四年通通都是你抓住的 是 简单说胡志强意思就是说 我当乌鸭以前当得很辛苦 你难道不让我当乌鸭还把我当烤鸭吗 到时候全部算我的不可能 所以这只是个开始 我们这段先告知休息一下 欧洲鸡兄 谢谢 马总统进场和党代表握手 连胜文眼见马总统迎面而来 瞬间转向和后方的党代表致意 似乎刻意避开和马总统握手 更耐人寻味的是 翻开十九全题案 其中连胜文共同联署提的案 白名冲着马总统而来 我们说有什么修现案 我有钱有什么修现案 连胜文装傻不过提案书上白纸黑字 连胜文等85人提案 以匡政国家乱象为理由 要求恢复行政院长之附属权 避免总统扩权 行政院长提名需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预防分张政治复辟 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找我谈过 我也没有看到联署书 也不凡你讲 因为我前天才刚回台湾 所以也没有人跟我联络这方面的事情 那我等一下如果有朋友来找我谈这事情 我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状况 共同联署提案 连胜文推说没看过联署书 而连战仍在美国 虽然缺席支救权 书面致死内容 还是给马总统十足了面子 希望国民党以和为贵 更要全党同志支持马英九领导 共同开创新局 只是在马王政争过程中 连家父子表态挺王 林慧欣卷入卖禁要风波 被解读就是挺王后 面临的政治清算 全代会连家父子 对马总统的一举一动 难免被外界关注 各位朋友 这个调头就走 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吗 这个我感觉 连胜文最近的连续的动作 已经摆得很明了 为什么呢 如果按照连胜文所说的 马英九是丐帮帮主的话 他如果连战就是九代长老 丐帮最多八代 他如果是农与党主席 加一代 所以是九代长老 对吧 那你知道吗 如果在其实 马面那种 扬过连胜文的脸颊 连家其实是打问号存疑的 而第一时间 传来就直接说 这是怎么 这不是政治 不是怎么对吧 对连家来讲是问号的 然后现在呢 又因为发表了一连串 等于说挺王金平的言论以后 连会心就要交跑了 对不对 在这种状况下 我问你连战为什么一连 连胜文为什么一连串 发表这样的这个看法 包括大明王朝 大明王朝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 马英九是朱元璋 我们全部想到的是哪一个 是在梅山上吊的 那个崇祯皇帝 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几乎都已经在台面上 是已经是攻击化了 你不要忘记 那个所谓的党政高层 党政人士都在 发新闻教那个有没有 已经摆得很明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连家 如果你今天是连家 你会怎么做 有一句话 政治语言 当选免官 落选被关 你如果是连家 之前对连胜文 来选台北市长 你还有顾忌 现在变成说 你非推出来不可 为什么 如果连胜文推出来以后 即便马英九 心里没有 千万个不愿意 可是连胜文跟连家 如果拿下了台北市长 首都之后对吧 我就掐住你的咽喉 是 社長 我们当时再看 我们的台北 台中心 胡志强 台北市 郝隆斌 还有一个朱立伦 这原本都是 栋里面三角度的 再加上个连胜文 等于马英九 我说到白天 父辈受敌 连家也不是只有连胜文 还有连战 这是意味着 马英九 你只要明年 选输了 你非下台不可 你等着被大家斗 我们把格局拉高一点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当兵都听过一句话 叫两军作战 决于主帅 这个道理是颠覆不破的 很简单 2000年 陈虽北能够当总统 民进党里面很清楚 其实最大功臣叫林毅雄 党主席林毅雄 党主席林毅雄 对不对 两军作战决于主帅 因为那个不管是战略 战术 资源分配 动员 其实到最后都是那个主帅在决定 那他们这些人现在已经慌了 你跟老百姓背离度那么高 对不对 就像刚才魏雄雄想的很好 就明明去买100个电话破坏 结果点落比较没10个 算9个而已 所以他们这些人的急躁跟忍耐 其实都已经 因为是国民党的体制 都已经惊到最高了 而且回顾一下历史 2005年 马英九刚刚当选党主席的时候 那时候的选举他讲什么话 选举不过半 我马上辞 那时候全部有23个 而且扣掉金门跟连江没有提名 只有21个 而当时国民党只有8个县市 他说不过半 我就辞 大家当时还想说 你怎么拨这么大 结果那次他们拿14个 拿了超过6个 所以当你的气图心到哪里的时候 士气就被你带到哪里 你如果选的时候 对啊 也是带到哪里 刚刚刚 虽然我说 那时候那些不前算 大家都先输出来 所以他不是 有输的打算 是输出来先输出来 所以你说这些真正要在第一线选的人 怎么不慌 是 来 任俊 胡志强说 李明年了 选出总统的党主席最不爱下来 今天 袁胜文做了好几个动作 除了转弯那个动作以外 另外一个 他签了一个提案 过不过是另外一回事 这提案是要干嘛 防止总统扩权 这些不是都给马英权一个巴掌吗 从某些角度来看 这些被解读为政治动作 当然一定有他的目的存在 不过刚才 因为主持人讲到说 如果总统做的不好 明星当然会背向总统 我换个角度讲 其实是总统背向的明星 这段时间你看到很多的作为 即便是我们讲说 都要石油的这个问题来看 政府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 给民众一个保证说 你现在可以在市场上 买到你安心的油 所以如果从这个地方 回来看的时候 我必须要讲 就包含连胜文或者是郝力强 他们这些动作 之所以会被放大解读 你知道马英九要的是什么 他不只是要权 对马英九来讲 现在是他人生政治人生的最高峰 他后面还要有什么 你总统都做了 党主席都什么都拿着去 他还要求什么 他现在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不是要万民拥戴他 他是希望大家都 沉浮在他的脚下 那完全不一样 所以今天相对的来讲 其实郝力强他为什么要落跑 我不要帮你背书 可是这样的状况来讲 其实马英九 他一定会记在心里面 因为他要的是这些东西 他不只是要其他的拳带 会用鼓掌通过的方式 说你们通通都制作 不是他其实会关注 每一个人的这些小动作 你意思说就叫做来硬的 他会来硬的 不是来硬的 而且是来硬的 对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我必须要强调 就是说对马英九来讲 他现在已经是这样 可是对其他人来讲 不是这个意思 当其他人他其实迫切 感受到压力的时候 在那样的氛围下 他们没有无力 无力去改变党中央所做的决定 你观察这一次 这个所谓全代会里面 这些有争议的提案 是由谁发动的 党中央发动 是由谁主导 党中央主导 是由谁通过 党中央去主导这一切之后 让他整个通过掉 所以这些人在里面 根本没有发言的空间 所以他选择出来 再来就是说 你看到这些人的 这些人的说法跟做法 其实对马英九来讲 相对的会产生一定的伤害 所以今天比如说 我们看到陈根金他出来骂 好党中央今天就回应了 他就讲说我们会释切什么 会检讨会释切说明 我该拿的都拿到了 对所以他到最后你会发现 他永远还是在做 这样的一个空话的方式 可是我必须要讲 这几个人的动作 对马英九来讲 他一定会特别注意的 是 国民党 为蒋介石的阳明山 跟马英九交到阿里山 现在两个太阳 打了一个太阳 剩下一条酸 随风那座山叫什么山 有人讲那叫做日渤西山 为什么 因为几个重要的要角 走也经率先跟马英九讲 我不跟你站在一起 马英九一一 他认为他赢了吗 其实马英九他 他非信头非常清楚 他也知道他现在的一个政绩 让民众是痛恨到极点 国民党这一些要角 这一些现在的在台面上 这一些都算个咖算个人物 他们心里头的想法就是说 实在整个董事会有你无事 我曾经跟连胜文这样 我又跟他聊天 我跟他说 我们台中都给你们台事 我当面跟他讲 我们台中就是都厉害了 他就说 对啊 我就是你坚强的 我们民进党是受害做 他跟他认识说 我但是受害者 也对了你知道吗 我认为说他又没有选 他在中枪 我后来有在追问他 我说你现在会不会认为 那一枪民进党是受害者 会不会是我们想到我们 他说我们连家从头到尾 从来都不会认为在 那一次选举的他被打枪 那个跟民进党有关联 所以我会觉得说 现在国民党是拿 国民党是拿 国民党是拿马英九 没有办法 不然这一些 你说浩龙斌跟胡志强 他不需要选择说 都已经通过了我再来讲 可是 大家都要自保 馬英九幹到現在 你說這個9.2%裡面 本來我還以為說 吳敦義可能在那裡痛到 9.2%大家出去的人說 你這總統有夠漏氣的 9.2% 叫一個小孩也做比比較好 我本來想說 吳敦義在那邊的人笑得說 不知道 說這個人比較稍微不破 想說 我才會剩9.2% 過去死死的好了 但是啊 從禮拜天這一場的戲這樣演出來 你吳敦義在這副總統 你不用笑聲了 但是啊 2014 台中 國民黨怎麼看 民眾怎麼看 我想民進黨怎麼看不重要 本來就是一個候選人要一直不斷的拼戰下去 但是我還有很多機會跟國民黨一些明星的立法委員 跟他們在聊的時候 我說你們覺得台中怎麼樣 他說 新鮮難求 我說你對你的主席 對你總統講這個 他就不是我們9.2%就不是我們國民黨給他講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馬英九他很聰明 他其實他也不是什麼戀戰 他在明則保身 他也會怕 2016一個努力 你後來你看看 東東總部 你說叫他在那裡還繼續 你其他人 選輸啊 總統拼人拼不住 誰是最大咖 他認為他主席他是最大咖 所以啊 藉著這個黨主席可以去清點人選 把自己的人再摳一下 欸 他在怕是怕什麼 他要讓人家倒精 怕清算 所以各位朋友 馬英九在2014跟2016時期 他有三個子 第一個子 台中屬於民進黨 第二個子 2016總統屬於民進黨 第三個子 台北市民進黨沒贏 但是連勝文選擇台北市市長 他這個不是馬英九不就是完蛋了嗎 沒錯啦 就是說馬英九跟連家的恩怨 大家也都知道的很清楚 像我們跑新聞我們都知道 當主席 然後還有行政院長這樣 還有包括隨後 所以是一大坨人 所以是他們一進來 你一定會注意到說 哇 有一大群人來 哄哄哄哄這樣來 一個一個握手 那你連勝文又人高馬大 所以他這樣看下面 看得非常清楚 眼角 雨光瞄到馬英九來了 他趕快轉身 我覺得這個畫面真的是超經典的 擺明了 我就是不要跟你握手 我就是跟你不爽 我跟你就是不好 所以也沒有在顧忌什麼 他也一定知道 所有的攝影機 都一定會對準的 不是馬就是他 他通通都知道 可是他還是選擇這樣子應對 就可以知道說 這兩家的恩怨 到底有多深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馬英九會不會怕 馬英九一定心裡有恐懼 但是他會不會記得這些恩怨 他一定記得 因為他會記得這些恩怨 並且放在他的心裡 所以他一定不會認輸 也就是說 他仍然會在這一些有企圖 有對政治的前途 仍然有期待的這些人當中 他仍然會去操弄 仍然會去布一個他認為最好 對他來說最好的局 譬如說 我從國民黨內部裡面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說 連勝文現在連家被 他們認為被馬政府搞的這樣子亂七八糟 然後連慧欣的案子已經壓走三個人了 那所以連勝文是不是要選 連勝文想選的企圖極為強烈 但是馬英九會不會讓他選 馬英九打死也不會讓他選 就算連勝文今天說 好 我就參加國民黨的初選 我們用民調來一決勝負一較高下 馬英九也不會接受 馬英九一定會在當中撩播 然後說本黨台北市採取的是協調 絕對不會讓這個民調讓連勝文出現 這件事情發生 那所以連勝文你看他這麼多的動作 包括了他不握手 當然也有可能他覺得 對的確跟馬英九握手的 沒有一個好下場 所以我還是先閃比較好 當然這也是有可能 但是你看他的提案 他的提案不只是連勝文 還包括他的特助徐洪廷 也同樣列在那個提案的連署人當中 所以就算你連勝文在那邊裝傻說 我才剛回國我不知道 但是你的特助的名字在上面 是不是代表你的意思 大家所有的人解讀 這就是你連勝文的意思 也就是說 他對於現在的馬僵體制 有多麼的討厭不信賴 那馬英九如果黨主席 辭下總統又下台 他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各位朋友 他可以去做必報 為什麼可以做必報 這個人最會做叫做有求必報 有求必報做下去 我們探索的 這段先到這裡 消休者會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國民黨全大會 雷拜雷當落幕 確定馬英九是黨內 唯一的太陽之後呢 2016以前馬英九掌握黨政大權 未來黨內還會有不一樣的聲音嗎 另外再來看 馬總統長期以來的佔有金普聰 今天也對媒體人文化工作者的 馮光遠提告了 未來不但國民黨內要定義一尊 連黨外社會的聲音都不准批評 不准質疑嗎 只能用告的嗎 大家了解一下 作家馮光遠大方接受採訪 因為駐美代表金普聰決定對他提告 不過他不緊張 反而很期待 馬英九總統 關於你是一個櫃子裡的同性戀的傳聞 在台灣的政界 在台灣的民間 已經傳聞了很久 是不是利用這個機會 我真的勸你出櫃 當一個負責台灣的一個整個前途的人 他有很多不可告人的資料 在與台灣為敵的中國共產黨手裡的話 我覺得對於台灣的安全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妨害 金普聰大動作提告 就是因為馮光遠屢次寫文章 或是在臉書上 提到他跟總統馬英九 有特殊性關係 或是關係密切的好友 甚至認為馬金兩人是同性戀人 而政壇上類似的傳聞由來依舊 甚至連國民黨立委 也曾當面要金普聰給個交代 很多人問我說 你是不是跟馬總統有同性戀 對不對 我說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我覺得對於這個 所謂的同性戀的這個同志來講 也是不公平的事情 因為變成好像把他污名化 特別要再一次的這個 表達我尊重所有人的性向 但我本身不是 要講清楚 免得又話中有話 你知道嗎 不是我跟馬總統絕對不是 金普聰怎麼幹上 駐美代表這個職位 金普聰在過去這些年 怎麼被封上地下市長 地下黨這個黨主席 地下總統這些封號 那我會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一口氣說出心中所有的疑問 馮光遠也委託律師 決定要跟金普聰戰到底 各位朋友我們只是要問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要用告的這件事情 才能決定是非或者輸贏嗎 隨得 你讓我這樣說 有又是有沒有又是沒有 你是當權者 用告的會不會讓人覺得 你是要用你的執政優勢來恐嚇人民 我最記者二十六年了 光共九 還有七十八 還有七十八 我看是大部分都是什麼毀謗 公然誣辱之類的 都是這樣 不過七十八我都贏 我只輸這個算說六十年了 六十出場面比較多 出場面我自己可以瞎正著 我們台灣的法律 尤其是法官 對什麼樣的情況下 會他的容忍度會比較看 除了尊重言論自由之外 是 刑法毀謗罪也好 公然誣辱罪也好 它有比較嚴格的構成要件 但是民法也比較嚴格 問題是在這種狀況下 如果你是公眾人物 你是名人 夠你是政府要員的話 你應該比較有心胸要開闊 來接受社會大眾對你的質疑 所以呢 在這種狀況下 其實不要說金普聰 我覺得蠻難過的 為什麼呢 過去馬英九他也曾經講過 以他的高度 他不會用總統來告人 結果他可能也是告 用主席 對 身分不信用總統 結果是用主席來告人 對不對 那麼 或許在金普通來講 他覺得說這樣子 對他不公平 對他侮辱 當然提高是你的自由 不過我還是覺得 有時候 宰相肚裡能撐船 還有就是說 有些事情確實是可受公平的 既然在立法院的國會殿堂 人家國民黨的同黨組 同黨立委 都已經拿同志的事情 來質詢你了對不對 你也解釋 那確實在台灣各地 大家民間很多地方 政治人物 大家都在討論這個事情 確實是很多的問號 所以這件事情 在某種程度上 對國家 對你們個人的話 這不是私人的事情而已 所以現在很可惜的 他是用告 其實用告 我覺得是有一種 用以戰逼合的味道 讓你去出庭 對不對 不過要奉勸金普聰就是說 有吳玉生的那個例子在前面 所以告逢公園不會有好下場 社長 當然很多人 這個連國民黨的這個 廖正經也在問 但是我們要問的 會是說 這是什麼樣的心態 你說的 我不爽 我就告 馬英九在黨內照得住 可是在社會上 他要用這一套來 讓人家閉嘴嗎 金普聰這個人 在新聞界對他不齒程度 是很明確且強烈的 那他這種心態 他自己也承認過 反正告 就給地方去跑跑法院 對不對 讓他有壓力 讓他有壓迫感 那金普聰如果這種想法 想用在馮光園身上 那他真的是笨到極點 因為我好多年前 就跟馮光園是同事 那馮光園他自己在 那個部落格上面 寫一個很有趣 他說他是國寶級的白目 那他呢 他基本上在文藝文化界來講 他算是一個很有風古的人 我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李登輝時代他女婿賴國洲 是新聞評議的主席 但是賴國洲其實 在新聞界評價也不高 那大家都想機會 就是有機會寫文章的時候 就挖苦賴國洲兩句這樣子 那結果有一次不曉賴國洲 出了什麼皮肉這樣子 那時候報社編輯會議就要談論說 等一下要不要批評賴國洲這樣 嗯 結果馮光園呢 跑出來 然後跟大家評 說 各位 He is mine 他是我的 賴國洲是我的專利 像西部槍戰要發聲 大家要為我來 你們回去回去 He is mine 他是我的這樣 而且呢 他一路到現在呢 他被告的官司蠻多的 而且告他人都很有名 但是沒有一個人成立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他是一個高度專業素養 他的邏輯很清楚 那他對文化界的生態也很清楚 而且他還蠻有風古的 所以呢 台灣有兩個名人被罵人渣 藍的叫馬英九 女的叫陳文倩 那罵馬英九人渣的是張大春 罵陳文倩人渣的是馮光園 陳文倩摸摸鼻子不講話 馮光園前陣子呢 還跳出來罵張玉寇 周玉寇 說你怎麼去罵人家誰誰誰 那你自己呢 你當年拿案子怎麼樣 結果周玉寇上網說 馮大哥你好狠我會怕 這個事情到此打住了 所以那結果呢 另外吳玉森不是就告他嗎 告到現在呢 吳玉森告一半 吳玉森後悔了 張玉森想起違格 對啊 那金普中這個案子呢 我們看一看 只能說借用黃世民的新聞稿 各位切勿錯過 因為後面是好戲可期 是 時期 當然這個因為馮光園 寫了一句話 就金普中跟馬英九 兩個人是特殊性關係 不過我們從語言來講 金普中你不要認為 你抓住他的鞭子 因為特殊性關係 有兩個解讀 一個是 看你逗點逗在哪 看你逗點逗在哪 怎麼個逗法 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的可疑之處 在於說 第一個 馮光園是新聞界的前輩 說他是一個極有創意的人 說他今天 能夠在文化界有這樣子的地位 絕對 可以證明說他絕對不是一個說 胡說八道 然後看到一點小東西 就拿出來亂講的人 他有新聞記者的經驗在 所以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都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第二個我覺得要突顯的是說 我覺得金普中 他對於司法的態度 讓人很不敢溝通 譬如說在座我們 有幾個人就被金普中告過 我們兩三個都被告過 我們在座才幾個人 你們不要笑 你們說不定過兩天 對 所以我們在座也不過這 就這六個人 然後我們就有一半的人 被金普中告過 而且金普中的特色是 他告人都會輸 輸了之後他還繼續上訴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態度 是因為他覺得司法這個東西 好像是放在他口袋裡 我隨便拿出來都可以用 然後這個東西我拿出來之後 我概率比較大 對 你們會怕 我讓你們麻煩 我讓你們害怕 不只是我們在電視上面 做評論的人 被金普中告 今天有網友在我的臉書上 告訴我說 他不過就是在臉書上 發表了一些對實證的通緝 金普中叫律師寫信給他 對於一個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露臉過的網友來說 你覺得他會不會有壓力 他當然有壓力 當然會 他當然會害怕想說 那我是不是下一次寫東西的時候 就不能夠寫得這麼的盡興了 就因為會怕惹到金普中 請問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糟糕的 是說馬英九跟金普中 對於司法的態度 第一個好像是我家的東西 譬如說法務部要撤 對邱玉營的告訴我 馬英九不高興 就是說到底司法這個東西 甚至是擺在面前大家都平等的在使用 還是說它是你們馬英九金普中 兩個人口袋裡面的工具 是 人俊 從剛剛那個網友的遭遇來看 不好意思 金普中的恐嚇可能有用 用司法來騷擾你 那如果輸是多少 司機你記不記得 我們一個人叫賠兩百萬 是啊 如果告兩句就四百萬 但是這邊有一個問題 他用這一招的心態是什麼心態 當然我覺得如果是一個在乎權力地位的人 所以當他覺得說自己權力地位不保的時候 只要任何能夠確保權力地位的手段 都可以被他認為是可以操作的工具 回來立個威 對 所以我必須要這樣講 就是說 從我的角度回來看 任何一個譬如說被提名的政務官 他跟他提名他的人之間 一定相對的來講 他們的關係是可以被討論的 一定是特殊嘛 對 不然的話他為什麼要特別提名你呢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其實是可受公平的地方 不可以說你至於你自己要去怎麼延伸 自己去怎麼解讀 那你必須要先去舉證說他到底 這句話到底怎麼樣對你構成傷害 我認為這個部分是必須要釐清清楚 但是大家會比較覺得 我到目前為止我會覺得比較可怕的地方 在其實說 他其實有點用在像這種所謂 合戰兩手策略 馬英九自己本身都告訴大家說 我覺得尊重新聞自由 你看他到現在都還在講這件事情 而且我絕對不會對任何的一個新聞工作者 或對任何人去做提告 為什麼 因為我尊重 可是你會看到他周邊的人 不是這樣子的 他的幕僚 比如說我們講之前的這個 這個羅志強 他的態勢你就可以看到 鬥雞都是一邊的人就走 他旁邊的人都跟鬥雞一樣 只要遇到的東西 趕快去咬 可是至於馬英九他變成好像是一個清高的人 結果你就問他說 那你對這些人的看法 我尊重 我尊重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一個組織 一個老闆對他的幕僚 完全沒有約束的能力 或者是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真的必須要講 其實我回來看這個新聞 我認為各自的解讀 在這件事情上面 動不動就要去動用到司法 我們甚至都可以預想到 這個司法最後的判決 會是什麼樣子 有沒有濫用司法的一個問題 今天如果你只是想要把它當回 成一個威嚇的工具 或者是我讓你覺得怕 我認為你達到目的了 因為相對的來講 會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唉唷 我們如果說到你 待會我叫他叫他 剛才主持人說 我們這裡是六個人 三個叫他叫他叫他 待會我們兩個也叫他叫他 最好不要 最好到最後就變成這樣子 我們現場有一個律師 金普聰這關心情 動不動就告 你當律師很久了 很多人一聽到法院 或者是檢查官在悬 的時候 嚇到都會嚇到 是不是這樣 金普聰當然他的意思 其實他也是給人家騷擾 他也知道馮光遠 他何許人爺 但是 他騷擾 但是一告下去的話 當然沒有加一個姓 比較沒有關係 這種騷擾戰 就讓你覺得很麻煩 你每一次評論到我金普聰的話 你吃不完多著走 就讓你把你時間耗在法院裡面 我現在更正一下 我是 我剛提到說 我在舉手的時候 其實我是被那個被形容 被那個整個馮光遠形容 所有特殊性關係的 他的好朋友馬英九告 到現在還在法院禪送當中 其實我一直覺得 金普聰也不拿翹 馬英九曾經在講說 那個九二共識 在說兩話的時候 不是外國關係 不是國內關係 是有特殊關係 特殊關係 特殊關係就是特殊性關係 其實喔 在台灣的很多民眾 常常在講 馬英九跟金普聰怎麼 為什麼 甚至有人在說 太高貴了怎麼 所以說 在台灣其實同性戀已經 沒有不像金普聰講的 是一個污名化 很多人都可以去接受 那是一個基因 那是一個性格上的一個問題 其實喔 真正要講 我在2010年的時候 我在11月 市長選完的隔一天 我去講了一個東西 他們也沒告訴我 我說市長選的隔一天 國民黨選而已 馬英九跟金普聰喝豆漿 好 叫低台隊 老婆去面對馬三天 你知道嗎 是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 這個現實 不用怕人說嘛 是 但是可能馬英九跟金普聰 都不是普通人 所以他生活跟我們不一樣 這段時間到這裡 稍微休息一下 我會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馬英九第一禮拜天 使盡了所有的力量 揮插壓著走 要讓大家 國民黨給他 2014輸 不用怕不負責 2016加上不負責 那我們今天呢 大家要投票 1000多票 對 100多票 換句話說 欸 這個水長 10個裡面有9個認為 馬英九你就不應該這麼做 這是不是就是把台灣人民的看法 講出來了 台灣人民現在最需要的 並不是馬英九 去當國民黨的主席 或是打贏明年的選舉 還是2016年的選舉 台灣人民現在最需要 是要做什麼 5年半以前 馬英九競選第一任總統 那時候那個講過 我準備好了 台灣人民是 我準備好了 要過好日子 馬英九當了5年半的總統 台灣人民過什麼樣的日子嘛 所以呢 一直到現在一直到今天 只有一個油啦 只有一個什麼東西 到底什麼東西可以吃 五目拉麵到底能不能吃 什麼東西能不能吃 大家搞得這樣子的情緒 很壞的對不對 是 所以總統要給我們好日子過 給我們一個安全的日子過 給我們大家